Crystal, 你從小在英國讀書 香港的傳統美食你又知道多少呢 當然知道了, 我這麼喜歡吃東西 我今天給你一個挑戰 考考你對香港美食的認知 好, 放馬過來 開始畫了 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 3… 等等, 我還沒開分 2…1, 開始 菠蘿油 人肉 No 叉燒 叉燒是不是 蛋撻… 還有多久 時間了 那也算是一五樣吧 是不是真的贏了 不算了, 叉燒不是小食 叉燒是香港很傳統的食物 也算了 真的還有甚麼 你還欠西多士 這裡? 怎麼搞的? 打車的 這間餐廳最近推出了一個懷舊香港二人套餐 每個人有六款鹹點和六款甜點 還有一杯飲品 讓我嘗嘗 菠蘿油 看到它小時候很低色的樣子 原來它內有乾坤的 因為菠蘿油裡面 是真的有菠蘿的 而且看到它有一塊 很像牛油的食物 讓我嘗嘗 剛才我吃的時候很鬆脆 原來菠蘿油的皮 它應該是用泡芙的感覺去做出來 還有它有黃糖的味道 加上剛才裡面有一些白色的奶油 那個奶油原來是椰子酒味 加上剛才的菠蘿粒 加上椰子酒 吃下去 完全合適 接著就嘗嘗這個 應該是西多士 我看到它有粒粒的花生碎 它的外皮不是油炸出來 所以它應該是類似焗出來 但是它的麵包很輕盈 吃下去的時候不會有油膩感 很鬆化 一入口就化開了 加上花生醬的麵包 好像將整件事結合在一起 又脆又有口感又甜 接著就有我最期待的薑蘿粒 因為我在英國讀書的時候 最喜歡吃薑蘿粒 但是平時吃薑蘿粒 是配上學生忌廉和啤酒 我今天看到 還有一個白兔糖風味的醬 就要塗在這個薑蘿粒裡吃 讓我試試看 大大坨 哇,很奶油 很甜 原來它整件事是很配的 它咬下去的薑蘿粒是鬆脆很鬆化 但這個白兔糖的風味醬 是甜得來不流 而且平時的白兔糖 咬下去會很硬 所以一開始我以為 這個霑蘿粒會比較稠 但原來塗下去是很奶油 和那個很鬆化的薑蘿粒 配合在一起的口感很好 如果喜歡吃甜的女生 會很喜歡吃這個 因為我很喜歡吃 下週出來 享受一個美麗的茶套 之後就可以開心收工 完美